你猜不了吗 要慢慢减少 四天吃素 三天吃肉 社群媒体里 十岁的谢依善用影片分享 辱素心得 每句话都是有感而发 你这么不要吃素 你偶尔吃一切素 就可以救到一只小动物 然后我这样不是很好吗 他们又点头 然后我就 我又知道没有笑了 然后我又等下试再讲 但是睡到了 他就敢讲了 其实有时候有姻缘 他就讲了 他很会把握机会 依善是胎里素宝宝 在慈激家庭成长的他 从小就很有慈悲心 不忍心伤害小动物 是他坚持如素的动力 我们两个都是慈激人 所以出外的时候 家里也没有人 一定要把他带在身上 我觉得环境对小朋友 应该是很大吧 因为他的周围 他的标准 全部都没有慈素 只有他一个人 他都可以很坚持 如果你想象一下 像你是那个小动物 你一出生就是有要被宰的命运来吃 你不是很可悲 没有很可怜 然后就算你不吃它 已经是已经被杀好好 要端出来了 可是你只要你不要吃它 就少杀一个了 摆脱不吃肉 就没有营养的迷思 依善体力充沛 学习和自律的态度 导师更看在眼里 我觉得她是个很活动的小女孩 所以在上课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到她很专注 求知愈很强的 你不想听 就是她那非毅力吧 蛮佩服她的 她可以这么小 你一定要有一个目标 没有目标就没有动力 就是没有达到就继续努力 我们一起全都要一起 喵喵喵喵喵 坚定尊重生命 赤子星呼吁人人启发善念 你只要不谈一时的口语 你就可以十分钟 就到一些要被 正准备要被杀的小动物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 跟我一起吃素 戴新闻 林慧珠 钟城志 马来西亚报道